从不会到会 桃园中山社区的乐林长者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学习做出细致典雅的蝉花 结合中华花艺呈现不同视觉美感 那个线要拉紧 甚至要把它蝉好 有时候还会脱线 一直到现在会完成 真的是很感动 尤其是我做好的成品 我可以送给人家 或者是一朵婆婆花 以后当婆婆的时候我可以配搭 一开始是让学生数有多一点 但是半中间就有人就毕业了 那后来延续下来的这几个妈妈们 一开始的东西到最后第十二堂课 东西就越来越漂亮 品质就出来了 这个曼火工艺用丝线慢慢缠绕 它的作品是非常的小巧的 如果在一个这么大的展场里面 如果说只有这样子这么单一的话 相对来讲是比较孤单的 所以我把这个中华花艺的部分 把这么漂亮的残花 如何跟中华花艺做结合 然后让它两者相得益彰 在产学合作案的创新发想中 带动社区长辈 巧手制作传统工艺 学生们也表示 能将课程所学理论与食物相互印证 是难得的经验 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人买单 那其实这样子 对设计系的学生来说 能够真的踏入当地去实作 去练习 然后去真正的了解 大家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这样子的实战经验 就主要就是设计 还有共同能力 比较清楚说整个设计产品 这方面是要怎么运作 台北商业大学的学生们 与中山社区发展协会 进行产学合作 透过访谈及田野调查 以社区在地人文地景为创作主题 邀及社区乐林长者 进行蝉花制作 开发系列的文创商品 希望未来能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 新唐亚太电视胡淑霞张年杰 台湾桃园报道